嗯 HELLO 大家好,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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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大家好,我是老温 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 上一集,上一集是讲医疗 也有朋友看完就问更多的 因为我们北京也住了这么久 多一些医疗 不要经常听某些香港人经常分享的 健保多好等等 不经常说这些 医疗很多东西不是健保的 这次那位朋友就问住院经验 接着呢,我呢 正式订阅过医院的 虽然我也做过两次手术 但两次手术都是小的 最长的45分钟而已 做完就走了 菊花那些手术? 菊花啊,不是我,是老温的朋友 哈哈哈哈 我做眼和背脊 做了两次 另外,我住过院,但不是因为我有问题 是陪住院 就是我老婆生小朋友 陪了她三天在医院 但是正式认识,我是没有住过院的 所以就看看你们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有没有什么朋友经验可以分享 我先说吧 也是我的朋友 是 有两样的,两次的 就是可以分享两个案子 一个案子 呃 他们什么病我不说了 就是我说一下他们住院那些的 里面的经验 就是几天而已 很奇怪 有一个状况就是 我朋友跟我说回 因为她是普通那些 就是健保那一只 就不是说 就是自肺当然是手术那些 那些 就不是那些私人房那些 那我先说了有一段 就是说 她的妈妈去 就是腰骨的问题 是一间台中澄清医院 就入院之后 就说 因为没什么钱 怕没什么钱 所以我怕了 限定 澄清都属于是私家医院 是的 就说我们就住 就是她说住那些 申请的那个是大房 就是大房的香港人就会听 就是很多人 有十几个人住那些大房 我朋友就去到看 他就跟胡适说 我们要住大房 他说是这间大房 三个人一间大房 还要是中间那个是吉的床位 就是说两个人住一间大房 他们就是大房 就是三个人的三人房 是的 已经是大房了 香港的大房是住十几二十 十六个一条走廊都坐在一起 我陪老婆生孩子 都是三个人的 就是大房 就是三人房 但是当然 职了九个人 三个老公 当然是三个孩子 九个人 三个女人 当然是三个老公 还有三个孩子 接着呢 最惨的是 背着三间交响曲 这个孩子哭完 那个孩子哭完 那个孩子哭完 那个孩子不是放在那个 不是放在旁边的 哦这样 是吗 你可以选择的 有些人放在那边也可以 或者自己带 但是他劝语你自己带 自己带的 那个亲戏 那个亲戏 他说 虽然是叫大房 但是他不包两餐三餐 是要家人带给他 嗯 那当然 如果你真是私家房 是给 不知道 又有 保险费 可以带到 可能医生 医院 会给你 一些餐的 那些餐 都是便当 那些的 那些 譬如说澄清的 他下面是没有餐厅的 我不知道台北那些 牆羹有没有这样 那他就没有的 就是要我朋友 就买定 买定 买定餐给他的 嗯 那因为 我的朋友就要上班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很有趣哦 那就是有一些人呢 在医院里面 就有人漏你 要不要找个 看护 嗯 那看护呢 如果是本地 台湾人呢 我不是很记得他说了多少钱 他只要说 如果本地台湾人 就成千多二千元一天的 嗯 就不会过夜那些 嗯 那他就可以帮你去买便当 照顾你 如果是老人家 可以照顾你起来 就是起来起来 拿东西 去厕所 那些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 那我在这里 逗留的时间 不如都这么多 一定是 接触了更多 更多朋友 有这些需要 嗯 嗯 嗯 你说那些什么大房 只有两三床 那些呢 其实都是看医院的 是 你澄清这间是大一点的 不是这间 是我 是那边 就是新一些的 是新一些的 市区那间是很小的 其实是那间 那间 因为我之前在高雄 都有一间医院 民生医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高雄熟 其实是有六人房的 嗯 是的 你进去是两边床的 三三 是三三的 都有的 所以 是看医院 不是间间 不要以为 哎 四床的 这间医院不行的 其实不是的 就是 普遍呢 我去大部分都是三 三人的 三人至四人都有 是的 那 当然你说 你想两人房 其实都可以 变得到 都是健保的 其实都有的 嗯 但是你一人那些 就一定要自费 嗯 看每间医院 贵和便宜 其实不止这样的 有些医院服务到呢 就是 你没有健保 或者各样的话呢 可以自费 去那只VIP房 都可以 好 有钱就可以了 就贵了 一万万多的 你住酒店 好像住酒店 是的 但是 它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看保险 嗯 因为有些 保险的东西呢 是需要你住院 才可以看得到钱 是的 那有些医院呢 你健保的情况 有些譬如 你这样的情况 他开不了健保 给你住院的 那你可能就要自费去住那些 就是他所谓的VIP那些 嗯 其实这些都很多人知道的 那当然也要看你保险的 就是险总那样 才能配合到的 除了你买的保险经纪 是啊 我不可以的 是 好像我那些 做了白公群鹰 什么都没得听 继续 那 就是 所以大小每个地方不同 其实每个地方一定有餐去订的 就不是包叫订 就是另外订的 他会帮你订帆盒 是啊 基本上澄清都有的 你譬如说 我可不可以早餐午餐晚餐 他都会帮你订的 到时候就会送饭过来的 嗯 大部分医院都有 是 还有不贵的 那最多就是有些大医院 他有自己厨房炒的 是 就好些 有些是判出去的 是啊 另外在外面订回来 可能你拿到的时候 冰冰都有的 是 那这些我也试过 那就是日本便当 是吧 吃寿司 对啊 基本上就冰了 蒜姜 有没有牛肉 就是类似这样的 那它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选择的 你要 水 就是有粥的东西 或者米饭 是软一点 还是硬一点 就是怕你那个是什么病 就是可能胃病 不可以吃硬的东西 或者糖尿病 不可以吃某些东西 所以这件事情 他了解得很清楚 而且你入院之前 就是你找到你的床位了 其实他有护士 他会立即来的 会查你很多东西 不是查身体 是问你很多东西 譬如你叫什么名字 多少岁 家里有什么人 家里有什么病史 你自己有什么 各样 他完全了解整个情况 那么他才可以 后面follow到那些东西 因为他不知道 又不知道你 什么时候要打针 什么时候要吃什么 这些药不能吃 那些药不能吃 他第一个最主要就是问你 就是你有没有过敏的药 或者各约 一不问的话 一比就大势 对啊 会给错的 所以 这个事情 他就做得挺好的 就是查清楚你的底部 整个是什么情况 什么形成 聊了半个小时 差不多 会的 是啊 问得很详细 是啊 聊了半个小时 才可以 跟着带你去行花园 是啊 是吗 哪里有饮水机 哪里有微波炉 哪里有冰炉 哪里可以扔什么 洗手间 髒衣 或者吃完东西可以放 这么无为不至的 一向都有 他是说VIP房 不是 一般房都有 是一般房 真的 一般房 一般房也有的 因为他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真的更糟 失责 是 最初他也有经验 他会问的 你有没有住过这里 熟不熟悉这里 如果熟悉就不用说那么多 不用大人花 熟悉 熟啊 这么糟 有的 有的 熟悉到去到 又来了 是的 就是 针对那些可能是万性病那些 就是每个月 整理一次的 有时会 检查一些 深入一些 要几天的 那些也不一样 那 其实 说真的 因为你久了 就认识不少护士 都很熟悉的 其实真的 他大概知道你要什么 要什么 其实 都不用怎么说 那 我觉得 这边的人挺人性的 这边的人 是 他会体谅你的情况 还有一个 挺特别的 就是 医生 多忙都好 每天收工前 即五六点 他会过来巡房 是 是 来看你的 除非你那些 不是很严重 各样 但正常 他是会偏僵 就是要巡房 是的 如果你遇到 没有巡房的医生 你要小心一下 他可能不是 我不知道 是否 因为不同的病 所以不同是什么 但是基本上 是每天都会来巡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 会准备一下 他一会儿来 要说些什么 是不说什么 是天天来的 那很夸张 我觉得很辛苦 他们 他早上 他是名医来的 一早上 排行百多个阵 就是诊去看的 看到下午三四点 接着 没多久五六点 就出现在病房 一间一间巡 哇 这个医生 很坚 其实不是医生 是很多医生 是很辛苦 是很辛苦 看我们这集 说不完 下一集再讲医生 你继续讲住院 他一个好处就是 他医生日来看 你去问一下 你今天打完针 过去有什么情况 各样 你有没有告诉他 有些想咬 有些没什么胃口 他有没有认识 你几样东西 吃的正不正常 有没有大小便 什么情况 什么大小便 各样 他一定要了解这些 他去查一下你的手脚 有没有什么红疹 他说其实真的很细心 是 这个是SOP 是的 我不知道香港 其他医院是怎么样 但是 台湾是非常周到的 是非常周到的 我香港医院 我自己也看过一次 不过不是住院 我看剧播 弄了脚 接着看 自然X光说骨裂了 看完之后就说 你走得了 你什么都没有 弱都没有 你走得了 走得了 跑不跑得了 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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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自己看铁打 很快就好了 这样也可以 这个不要说了 我老婆 我的大儿子在香港出生 小儿子同一出生 所以两边出生 就有个比较 起码香港出生之后 我限时限时才能探病 就是探病 就是探病 就是探他 刚刚出生 也不会把孩子黏在一起 又要去那间房间看他 但这边是亲密接触 你快在隔壁 快在隔壁 还要跟他洗澡 我护士会教我 怎么跟他洗澡 那挺好 护士教他妈妈怎么处理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他教你老爸 教我最主要 因为我老婆是未复 恢复的 换片 全部是我做的 洗澡 托着头 怎样洗澡 很害怕我 你个儿子 都要的 这些 另外有一些 讲回香港 我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最近我老爸 年纪大 当然是机器坏了 很多人 我走不到路 那怎么办 然后呢 我查到医院 然后带我去问 咦 原来有教护车服务 嗯 就当是私家车 是 那也要付钱 但是可以约 譬如我几月几日 几点 我要车 他派两个人 两个人就会拿一张 先抬一张床 然后再拿一张直立的椅 然后上去 就是 就是 葬我老爸 下到楼下一楼 就搬上床 然后上十字车 送去医院 哇 这么好 接着我和我的朋友说起 他说 香港的朋友说 这么好 大家都不知道香港有没有 如果有香港熟悉香港的朋友 可以告诉我 香港有没有预约护车服务 我不知道 不过我就 我这个我不知道 你觉得是预约 如果突然间有个急诊 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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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道的十字车 用不需要付钱 我不知道 没试过 香港要的 我想应该也要 要的 要的 是要的 他直接上去急诊 然后收费 刚才说预约 他也说明 预约是 不会帮你享安的 嗯 就是预约而已 不是急诊 你不是急诊 就会送到你到门口 然后 医院也有很多爱心轮椅 可以借用 是 这些香港是没有的 嗯 我也不知道 起码 我老爸送到他 立即 车下来 接着 就会拿个轮椅 再去周 应该有的 是 我补充一句 我朋友当时 因为他的亲戚在这里 议员 就是要回港 所以要申请一些记录 嗯 那整本 材料夹 这样 整理给你 还要呢 照X光 它不是一张X光片 因为现在MRI是立体的 嗯 烧烊光碟 是 烧烊光碟 最重要的是 你不是抄到电脑 飞过去香港 就是 摆上云端 这些的所有后资源的东西 是英文的 不要常常觉得台湾全部是中文 不是 英文的 哼 但这些都要钱的 因为光线都要钱 起码有 你不是说 MRI是怎样给 光碟 是 我们下一集讲医生 我可以再讲 他 某医生介绍 某 就是这件事 就给另一个医生 那封信呢 是写英文的 是的 是的 不是中文 不是的 我一打开 医生一看 哇 全部是英文的 其实读医 都要很多英文的 挪医的英文很厉害 挪医很厉害 挪医厉害得 港广都用英文 那些语言先 你懂广东话 你可不可以讲到马 就好像董彪那样 是的 好了 那 住院其实你应该都讲不完 是的 遲些再讲 下一集我们再讲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还有分享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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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